因為協會的辦公室剛好就是在我們 舊站的月台 禮物中心的後面 常常看到很多朋友來台東這邊在拍照 那想說我們怎麼樣讓拍照這件事情變得更好玩 那麼所以協會就主動跟我們先生的觀光旅遊處聯繫 是不是可以由協會來製作這些拍照的小物 然後免費的提供給我們禮物中心 讓我們來這邊要拍照的朋友 需要的時候可以使用 那麼觀光旅遊處先生非常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協會就做了 那做了因為都是我們自己手做的 那麼就是希望今天剛好是第一次呈現在大家 也非常感謝我們物本堂 那麼林峰傑先生帶來我們很多變裝的 剛剛也有一批遊客 他們第一次拿到拍照拍的好高興 那麼所以我們是希望說藉由這件事情 讓台東變得更好玩 讓有更多的人來台東玩 那麼也歡迎大家來美麗的台東 那麼藍天白雲真的好漂亮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更希望的是有 做一個拋磚演藝的一個動作 因為畢竟這邊是舊站 那麼也是一個沒有火車才會行駛的舊站 那這邊充滿了一種懷舊的情懷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朋友們如果你家裡面有那個以前那五六年幾 自己戴的那高中的那大盤帽 或者是女性朋友戴的那個帆船帽 金訊帽 或者是有帳戶人員戴的帽子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能夠免費的捐贈 給我們 我們把它整理清洗乾淨了以後 一樣會提供在旅服中心 提供給我們來這邊玩的朋友們拍照的時候使用 是只限於服裝嗎 還是有其他的 其實只要是有一些拍照小物 他認為是有跟火車站的味道是對的 因為是有趣的 那麼我們都願意來提供 也謝謝我們觀光旅遊處 那麼我們旅服中心的人員 他們也非常願意來協助 非常願意來協助 那麼這個只是一個點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希望說從這個點以後 我們慢慢的每一個點 我們陸陸續續的找出它的趣味 那麼也是類似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協會還有一件 在這邊還要做的就是 幸福的笛聲 就是我們會做一個按鈕 那麼有一個揚聲器 遊客朋友只要一按鈕 那麼就會發出火車經過鐵軌的聲音 還有火車在鳴笛的聲音 就是讓度假它不再是一個平面 它可能是有3D的 有一個動態的比較有感覺 那麼利用聲音 利用拍照小物 那麼加上台東的天然的美景 那麼還有一些懷舊的味道 那麼讓大家來玩玩得更快樂 感谢观看